知道我得到更好的結果 我感到很憤怒 我哭了因為我不懂得做什麼 我傭姐姐來鄉別井 來香港在我們家裡服務 她之前也照顧得我們這麼好 現在她有病的 我們都要盡上僱主的責任 都要照顧她 媽媽給我所有的需要 她煮了我的食物 我的午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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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工作人員很幸運 因為他們在疼我 當她需要去洗手間 或者其他時候 她會給我訊息 我們就叫小朋友回避一下 並且之後就要做清潔、消毒 自從我用姐姐確診了之後 基本上我們都沒有出過家 因為我們都是密切接觸者 在樓家就隔離 如果要買東西 我們都是網購 或者靠朋友幫我們買 就放在門外 那所有的物品 我們進屋之前 都會再做消毒 我們在疼人 我們都會想說 我們要做消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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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們有一個大心 我會感到 他們 感谢观看